好 我们看142页第7题 这个题目似乘相似 我们之前就有讲过水里面的物体 然后发光到照相机里面的这个样子的问题 今天这一题又多了一点计算 好 那我已经事先画好了一张图 就是说物体发光在水下12公分 然后发光之后打到上面这个透镜 然后要问能不能成像 如果可以 成像会在哪里 首先呢 你要先看我下面这两张示意图 下面这个呢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物体 当然这上面这图是让它没有着底 我可能刚刚没有画好 我把它画到着底了 这不是重点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像 这是虚像 这个是虚像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的延伸线是画虚线 它折射慢到快 从水到空气慢到快 所以偏离法线 然后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光线之后 反向延伸认为它浮起来了 这个就是视身的现象 对不对 好 那我这边画了一个灯 这边写了一个灯效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然后这边有个镜子 上面有个透镜 我把透镜画大一点 让你觉得这光可以进来 好 那我画的光比较斜一点 为了让大家比较好懂 不然的话我应该要画比较正上方一点的光 OK 比较正上方一点的光 因为毕竟这一题就是考正上方嘛 好 那我画的这样斜斜的 你想象它是蛮正上方的 所以可以打到透镜的哦 好 那你接下来看 这个左边这一个是浮起来了 看起来像是浮起来的效果 可是右边这个是没水 假设根本没有水 但是那个物体是在这个虚向的高度 有一个真正的物体 这是不是等效的 就是原本应该是物体被折射之后 看起来是从 我们以为从虚向那边发光 但其实你根本就可以把 这个水倒掉 假装没有水 然后但是在虚向的那个位置上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物体 发出来的光也都不折射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一题的解法 应该是先求出虚向的位置 是用四升公式来求 求出虚向的位置 然后就直接假设虚向的位置 有一个物体 然后把水倒掉 然后直接用那个物体来做什么 透镜成像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来求一下四升 这个四升H1 除以四升除以眼睛所在折射率 等于十升除以物所在的折射率 好 所以这个四升就是多少 九公分 好 那其实你可以带这个公式 但我之前的影片里面就跟你讲过了 其实你空气对水 那个水的四升就打七五折 所以如果你可以快一点的话 直接12公分 打七五折 四分之三 九公分 所以现在的题目就变成了一个 这样子的问题 我现在画出突透镜的光学符号 然后呢 十一公分是到水面对不对 然后水面下九公分这一段 刚刚算出来的四升九公分 那上面呢是十一公分 所以现在的物据是多少 物据这个 就等于我用等效图来做了哦 等于这个物呢 距离十一加九 二十公分 九就是四升 就等于是我用等效的这个物哦 来画 那水面上十一公分的物据 水面下九公分的物据 所以二十公分 然后这个透镜的焦距 F等于二十 等于多少 十 十公分是焦距的那个 出透镜的焦距 所以这两倍焦距 那我直接来 直接来 那个如果你的物在2F上 那你的像也会在2F上 这个是我的十像 这是凸透镜成的像 好 那么像会在哪里 那水面在哪里啊 水面 水面在镜子的下面的十一公分 我用一支绿笔来表示这个水面 然后呢 这一段水面 到镜子的透镜的距离 屏幕是说十一公分 所以向到水面的距离呢 就是三十一公分 答案选足 OK 所以这里就可以算的是超快的 好 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 看我了